今年中國將有874萬大學畢業生 比去年增加了40萬 是歷年最多 但不同以往的是 今年的就業機會驟減 面對最難就業季 大學被曝光 就業數據造假 黨媒《新華每日電訊》7月13號報導 一些應屆畢業生明明還沒有找到工作 但學校為了保證就業率 多次催促畢業生簽訂就業三方協議 畢業生不得已脫關係、找門路 甚至催生出產業鏈 連學校周邊的打印店和淘寶賣家 也公然做起簽字蓋章的生意 淘寶上一家名為Carving Education的商家 被詢問能否帶蓋三方協議公章後 表示只要99元 協議書真實有效 包回訪 而園林三班的群組裡 輔導員說 實在找不到工作單位的 我給你們支個招 去打印電稿一下 十幾元就能搞定 此外 光明日報等媒體最近也報導 多所大學利用扣押畢業證 要求學生用簽約的就業協議來換 把實習單位作為就業單位等手法 為就業率灌水 1999年中共教育部首次對各大學就業率進行排名後 校方就說 他們就在學校中學院 學校的學校一直在做假 今天做假做得更厲害了 如果過去有參選 現在基本都是水了 我當年在中國大陸人教的時候 他們就那樣 什麼考研究生就叫就業了 什麼你自己回家找工作就叫就業了 反正他就以各種名義 然後最後就說很多人全就業了 1999年 中共教育部首次對各大學就業率進行排名後 校方就開始追求亮麗的就業數據 儘管中央和地方當局聲稱不允許盲目追求就業率 但教育部在內部通報文件中 仍然有高校就業率排名 糊弄領導嘛 下級騙上級嘛 因為領導愛聽好話 現在是你騙我 我騙你 大家都騙習近平 這很簡單嘛 因為這個體制就是騙了越高級 影響越大 越能糊弄更大範圍的老百姓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估計 中共病毒導致約2億人面臨失業風險 現在又面對龐大的畢業生人群 官方並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法 原來不是說要大家去農村創業嘛 創業不成 再搞一個變相的上山下鄉這些人現在也不想應 後來又搞擺地攤 也沒擺攤 然後又搞什麼經濟內循環 中共沒有辦法了 中國新聞週刊引用學者的話說 不能一直靠體制給學生兜底 真正要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 必須要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好的環境 我覺得它是無解的 其實民營企業現在在這個環境下就是更困難了 現在整個國家經濟不成 國家拿大量資金去扶植那些國有企業 這些民營企業等於其實就是雪上加霜 而且民營企業它是講效益的 它不會因為你的政策就如何如何 中國肺炎疫情也給畢業生就業帶來影響 目前整個中國的招聘市場 還沒有為大規模雲招聘做好準備 同時企業為了避免虧損 有些已經拿到就業協議的學生也被毀約